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15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的晚上 我們來一節跟大家 最新的消息 這個 叫做有共富王泉之稱 的醫衛局局長 盧寵茂 就是又有家人確診 所以 所以 盧寵茂據報 現在正在家居檢疫 需要 在家工作 我們 所有人都知道 其實就是中招 也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但是 正正最諷刺的 就是盧寵茂本人 就是把這個 病毒 描繪成為 就是一件非常之 危險的事 又說 如果跟這個病毒 共存的話 我們全部人都要共富王泉 到底 是不是盧寵茂要跟他的家人共富王泉呢 這次真的是一個徹徹底底 向別人的攻擊 自己全部吃飯 完全是一個回力錶 丟完出去 然後飛回頭 扔中自己 這個扔出去的人 大大力扔 怕死扔不死人的 就叫盧寵茂自己本人 按照盧寵茂本人自己的說法 他現在正正 就是跟他的家人 根據他所說 不是想詛咒家人 真是共富王泉 你們有共存 你又沒有將對方消滅 又沒有將對方身上的 武漢肺炎消滅 你們 不是共存 是甚麼呢 記者 下次見到盧寵茂的時候 一定要問他 共富的感覺如何 共富而已 暫時還沒有去到盧寵 其實有點可惜 我覺得香港 不單只是黃絲 我覺得 其實想盧寵茂落地獄的人 絕大多數反而是藍絲更多 因為 將香港重重封鎖 不讓香港做生意 要大家安裝安心出行 甚至乎要打疫苗 要因為疫苗通行證 全部 每一樣東西幾乎都是來自 醫衛局 來自盧寵茂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昨天的節目 全部 都是被黃標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主持人決定貼一下自己的 照片出來 讓大家 認識一下主持人 結果 是四節節目都黃標 我們研究一下是不是相關 把主持人直接變成黃標 變成敏感詞 這件事 也不是不可能 希望大家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我們的節目清單是輯錄了 可以賣廣告的節目 即是沒有黃標的節目 我們全部放進去 希望大家繼續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屋 即是無限循環大法 希望大家 繼續幫忙 我們說回盧寵茂的情況 盧寵茂 忽然之間 被發現 同住的家人 確診 醫務衛生局 有發言人出來報告這件事 說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 有一位同住的家人 確診 就是武漢肺炎 按照現在 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 盧寵茂 需要進行家居檢疫 這段時間 他將會在家工作 所以 最 諷刺的東西出了 按照這個盧寵茂 所推行的 香港防疫政策 你應該作為局長 你每一件事都做齊了吧 包括 疫苗通行證 還有安心出行 你應該已經安裝了 你叫大家不要關掉安心出行的Apps 那麼你的安心出行 幫你的家人 制止了些甚麼 我真的很想問 安心出行 你家人有沒有安裝到呢 你家人安裝了 安心出行 有甚麼能幫到 你去 偵測這個病毒呢 病毒你中了 來自哪裏呢 你有沒有把源頭對付 有沒有把你家人 跟你有密切接觸的人 追蹤出來 把他找出來 之後再把他的隔離 消毒呢 如果沒有的話 那麼你的家人 安裝個安心出行 其實有甚麼用途的 局長 我相信盧寵茂 一定回答不了這些答案 因為其實他自己 心知肚明 我們嘗試用這個字眼 心知肚明 現在港共政府喜歡用了 控告你的罪行的時候 然後要你自己去說 說你心知肚明 好了 盧寵茂 你自己應該知道的 到底安心出行 有沒有幫助到你 和你的家人 去避免 感染這個武漢肺炎 請你告訴我們 成效如何 好了 盧局長 你自己有沒有打了那麼多針疫苗呢 你家人 打了多少針疫苗呢 麻煩你披露 這個是你 港共政府 推行的政策 現在你的家人確診了 麻煩你出來交代 到底你家人 有沒有打針啊 有沒有說一套做一套 自己 要去谷針 是透過公權力 不是鼓勵人去打針 鼓勵人去打針 動用公權力 限制市民的自由 然後 強迫人去打針 是完全兩件事 鼓勵人去打針 我也嚴格來說 也不算好錯 最多你說 是你幫 中共去散貨而已 本身也很值得譴責 但是他是透過公共權力 利用自己局長和政權 那個力量去逼人去打針 你家人打了針沒有 按照你所說 打針很有用的 打針完之後 又確診 用完安心出行 又確診 你的防疫 是有甚麼用途的呢 有甚麼說服力呢 請問你那個防疫 既然是這樣 支持你港共政府 又要把那些密切接觸人士 又要送去築高灣 現在築高灣還有人被隔離的 那又是甚麼原因 為甚麼 要有 人們有特權 你就可以在家工作 別人 就被送去築高灣 你家人 為甚麼不送去築高灣呢 在築高灣的人 要吃這個冷冰冰的飯盒 你們就可以留在家 又有甚麼原因 令這件事合理化呢 按照盧崇茂自己的說法 他 當被問及這個共富王傳論的時候 他就問你那九千多人去了哪裡 局長 現在你家人確診了 你 就是密切接觸者 我又很想問一下你跟那九千多人去了哪裡 你是不是下去找他們 按照你的共富王傳論 你覺得 跟病毒共存的時候 你就下去找那九千多人了 你家人下去找那九千多人 這是你自己說的 不是我是詛咒你 雖然我們也不介意詛咒你 你是值得被人詛咒的 你是徹底雙重標準 你不單是雙重標準 你是香港港共政權的官員來的嘛 你是在做大官 你是手上有公權力的人來的嘛 每一樣東西 人工賺到盡 壞事做盡 雙重標準 大話說盡 你還有甚麼 值得你留在這裏 你應該落地獄的 所以你共富王傳 你家人可能是無辜的 不過 也未必的 除非有另外的證據顯示 好像林兆波那樣 如果不是 港共政權的爪牙 家人多數 都應該跟他們一起共富王傳 多數都是幫兇來的 林鄭成家除了林兆波之外 她兩個兒子應該都是幫兇來的 我們這節就跟大家 突發消息 就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